大家好,我是银贞律师 之前呢,银贞律师有帮大家做过 有关于滑航空服员罢工啊 及时罢工啊 还有最近的外送员的工作条件哦 等等这些节目 那大家应该可以发现到 其实近年来哦 劳工意识确实有慢慢是在抬头中啦 可是呢,其实呢 在我的职业过程中我也发现哦 劳工呢,就算他们肯挺身而出 他们会遇到的困难 其实也是蛮多的哦 那大家要知道 其实诉讼呢 它是一门非常非常专业的课题哦 并不是说一般人所想的那样哦 你去法庭那讲一讲哦 发表一篇演讲 法官就会照你讲的去判哦 并不是哦 它是会有一定的程序跟要件的哦 所以呢,很多劳工即使上的法庭 他可能会连法官到底在问你什么问题哦 他都搞不清楚 他不知道怎么回答 所以呢,他在诉讼中 他就会觉得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哦 所以会因此而半途而废 还有就是说你要提起一个诉讼的话 你必须要先缴裁判费给法院 也就是说你还没拿到钱 你就要先缴一笔钱出去哦 再来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哦 以现阶段的法律来说哦 原告呢 他通常要为他的主张去付举正责任哦 那比如说你是劳工哦 那你今天要对老板要提出这个加班费的请求 那你就要先去证明说 你有加班的事实存在 可是呢,大家知道很多的这些 出请的资料啊,档案啊都是掌握在老板手中 那就会增加了劳工他举证上的困难 所以呢,很多劳工也因此呢 就算在诉讼中他也不知道怎么去诉讼 增加他争取胜诉的难度 不过呢,最近哦 我们听说将要有一个不得了的大消息 而且是对劳工非常非常的有帮助哦 而且呢,真的非常不得了 我们节目竟然请到了中央部长级的来宾 要为我们来宣布这个好消息 我们请到的是谁呢? 让我们欢迎我们的劳动部长 耶!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许明春部长 那大家也可以叫我阿春部长 好可爱的名字 天哪,我第一次跟中央部长级的来宾来访问 让我有点小紧张 那我相信观众朋友对部长应该会有一点点小陌生 所以呢,我们准备了几个问题要来快问快答 来考一下部长 我们第一个问题是,部长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呢? 我们是台大法律系毕业 哦,也是法律系毕业的 跟我一样 那部长在当劳动部长之前 有没有过相关的劳工的经验呢? 有,我第一个工作是银行的办事 第二个工作当受雇律师 之后才自己当律师老板 原来我们是同行,是同行出身 对,那想知道就是部长在当律师的时候 有办过劳工的相关案件吗? 有,我的律师生涯大概21年 那办过蛮多的劳工诉讼案件 包括比如说,给付资遣费 缺任雇佣关系存在 嗯,都是一般律师很常会接到的劳工案件 那部长在办理劳工案件的时候 觉得遇到最大的困难大概有哪一个? 我的印象就是,通常都觉得举证困难 嗯,然后劳工一想到要上法院 哇,就很累 劳力时间费用他们就很缺步 对对对 那针对我们最近非常夯的外送员 那到底是雇佣还是承拦的关系? 不知道劳动部对这个问题 关于外送员的权益 有没有打算做什么样的措施? 是,不管他是承拦还是雇佣 其实我们都是尊重的 契约自有原则 曾律师应该也知道 不过我们不同意的就是说 假承拦生雇佣 我们有订定这个劳动契约的认定原则 那另外我们也安全的部分 我想是在外送员的部分 我们非常最重视的 所以我们也订定了这个 外送作业的安全指引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持续的在了解 外送的状况来增定保护的一些措施 这样子的回答大家觉得 部长应该有过关的 既然过关的话 我们就让部长来宣布 明年会有什么样的好消息呢? 今天来的目的就是这件重要的事 前面都不重要 前面当然非常重要 不过我今天是要特别来这里 跟我们应征律师拍的影片 主要是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就是我们的劳动事件法 即将在109年的1月 听起来好像很厉害 可是应该观众朋友都搞不清楚说 到底这个劳动事件法是什么东西? 那它跟现行的法制 到底又有哪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呢? 劳动事件法简单来讲 就是我们民事诉讼法的一个特别法 它是一个程序法规 一般来讲我们 其实劳工都是比较弱势的一方 那所以未来这部劳动事件法 它就是追求的是实质的平等 那来协助我们的劳工 能够减少这个诉讼上的障碍 然后能够迅速来解决这个劳资的争议 我跟观众朋友稍微解释一下 民事诉讼法就是说 我们在打民事官司的时候 你上法院它要遵循一定的程序 那这个程序呢包含了就是说 原告你要去负举证责任啊 或者是你要缴裁判费啊等等 那可是因为在劳工案件 它会比较特殊 劳工往往比较弱势 所以呢劳动事件法 特别针对这个程序有一些不一样的相关的规定 就是特别保障劳工的规定 是这样子的 对 那其实像未来在诉讼费用部分 那如果你是请求几副工资 资遣费或确认故障关系存在 它可以暂时免征收三分之二 哦这差很多耶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通常诉讼就是说要以原就备 这个我们法律的言语就是说 也就是说你原告 你要去被告的住居所地提出诉讼 那如果说你是人住在台北 可是你的对象是在高雄的话 你就要跑下去高雄才停 我现在劳动事件法 我可以选择了 我去高雄高海科 我来台北高 我当然要选择在台北高 当然当然 还有刚刚您讲的举证责任这部分 在我们新的劳动事件法 有一个新的举证责任的转换 是 我们当律师都知道举证责任 举证责任之所在 拜诉之所在 这个跟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会有举证之所在 拜诉之所在这句话 如果说你今天是要请求加班费的话 那你就要先举证说 你有没有加班这件事实 可是通常劳工的通勤 出勤记录 都是掌握在老板那里 对 那老板可能两手一弹就说 诶 资料不见了 对 我被火烧掉了 还是台风啊 淹水不见了 等等之类的 那没有办法证明的情况下 法院就只能判原告拜诉 对 那未来我们劳动事件法 像刚刚讲的 我主张加班费给的不足 那法院就以你主张的可以跟你讲 是是是 那老板要否认说 我给够了 那老板要去负举证责任 那负责把资料提出来证明 所以老板要负担很多举证的责任的话 他又要先做很多证据的流存 对 因为我们劳动事件法很重要的 在未来受理这些劳动事件 是由劳动专业法庭来审理 哦 劳动专业法庭 是 这个意思是说 现行的法制 并没有劳动专业法庭的意思吗 对 其实我们目前全国的法院 除了少数 他设立劳工法庭 那其他大部分都没有 那这个劳动专业法庭 就是由 具有劳动相关知识跟经验的法官 来组成这样的一个专题 因为其实一般民众常常在讲所谓的恐龙法官 其实意思就是说 会担心说 法官没有办法同理他们的处境 那有比较意外的一些判决出现 那有这个劳动专业法庭的话 我相信法官他比较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 劳工他们所面对的困难 对 因为我们的那个劳动事件法 他也另外一个特点 他就是扩大审理对象 未来我们的这个劳动事件法 他是采广义的劳工 所以他不是说只是在劳动基准法定义下的 劳工跟雇主的关系 还包含什么建教生求职者 基数生都包括在内 是 还有就是求职者招募者之间就业歧视 所以这个未来可以用这个劳动事件法来解决 所以如果说这么多这相关的案件 都会由劳动专业法庭来审理的话 那他就不用去处理到就是民事诉讼法的这个程序了 他就直接进到劳动事件法这样子的进去 未来所有的劳资争议事件 都是会用劳动事件法来处理 那再来我们劳动事件法另外一个特点就是 它强化调解机制 这个我有一点不懂 因为现在各县市的地方都会有个劳动机关 因为法律就是已经规定说 你劳工案件就是一定要先经过这个劳动机关去进行调解 那所以它跟现行法制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呢 是 我们现在目前每年大概有两万届的劳资争议 它是选择用行政机关的调解来解决 成功率大概有五成 那它的好处就是免费啊 迅速 从调解到完成大概十天到二十天 那其实那现在劳动事件法又多了一个劳动调解 等于说从诉讼要多增加一个解决的机制 法院的调解是这样 它会有一个劳动调解委员会 那它的组成就是由承办的法官 直接由承办法官来当调解委员 我们的劳动专业法庭的法官 然后他再邀请两位调解员 那这两位调解员就是对于劳资事务 他有专业知识的这些调解人来参与 它的意义是在于说他如果调解不成 马上就可以进入诉讼 那因为原来的法官就是也是调解人之一 所以他其实已经把前面的一些事实调查 整点整理 都已经进行完毕了 对都进行完毕 然后马上就可以进入这个审理了 劳动事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缩短这个审理程序 就是说你如果经过三次调解 三个月内还是没有完成这个和解的话 那就会直接进入审理程序 那审理程序通常我们辩论庭就只有一次 就只有一次 那第一审六个月就要审结 那真的很快耶 我的天啦 我给各位就是说有个比较的这个基准 一个案子比较简单没那么复杂的案子 可能就至少要半年以上到一年的时间 才会有判决出现 那比较复杂的案子甚至两三年都有可能 对 而且你知道我们以前在开点差都 辩论终结以后再开辩论 对就开不完就想说这个案子不是要结了吗 结果还一直开一直开 我们现在的劳动事件很规定有关于这种劳资争议事件 就是一直不容易就是一次 他就是强制说 法官就是最慢就是半年一定要有个判决 所以我今天听部长这样子讲 我觉得刚刚部长讲说这个是有感的司法改革 其实真的非常认同 因为其实大家知道我们常常在办理民众的案件 那真的会发现就是说所花的时间 那还有程序上遇到的困难 其实这个才是影响当事人的人生非常重要的地方 是 所以如果说如果是这样讲的话 那我们可不可以说这个新法的出现 它就是为了保障劳工的权益来做出发点 对 刚刚营正律师讲得很对 其实这个法案那时候刚刚第三读通过的时候 媒体就说这部法是有温度的司法改革 真的真的 来称呼它 那所以为了配合劳动事件法的施行 那劳动部务这边也在劳工的诉讼辅助上扩大 以前我们对于我们劳工 因为劳工事件上法 因为我们只是补助他诉讼的律师费 那我们刚刚讲他这个有劳动调解的程序 所以他如果是循劳动调解程序 我们也会补助他 诶 是这样子 对 如果是工会提起的集体诉讼 我们也在我们诉讼辅助的范围 对 包括裁判费 对 我听到这边呢 我也觉得很开心 而且很期待 因为我想到一个案子最快六个月就可以结束 对律师而言也是一个福音 对 好 那就让我们一起期待这个新的劳动事件法 在明年的1月1号就会上路咯 好 那今天非常的谢谢师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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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喜欢我的节目的话 别忘了订阅律师说真话的YouTube频道 以及追踪我的IG 和我的脸书粉丝也按赞咯 那我们就下一集见啦 拜拜 拜拜